那我们再讲到另外最后一部分就是 我们要讲的是排解无聊专注居家活动这一块 就是我们刚刚前面有讲到说 消费者会花很多时间待在家里 他会多了很多线上社交 但是除了线上社交这一块以外 其实品牌在居家活动上 他还有很多的机会可以来把握 首先呢就是刚刚讲Points 我们有讲到说线上学习市场 他是利用Points来收集潜在客户名单 但就像我们刚刚讲到的说 消费者现在空闲的时间增加了 所以线上学习市场 他不仅是可以像过去一样 收集潜在客户名单 他要做的事情其实还有更多 这里带大家来看一个日本补教业的案例 是他们利用官方账号的图文选单 将他们的各个科目内容有序的来 就是按照可能像是年级张节来归纳 那补习的学生呢 就可以直接用官方账号来聆听 这样比起过去在网页上搜寻 或是你要打开电脑来聆听课程 如果你可以直接在line上面来操作 其实是方便很多的 那如果你的品牌是属于付费的内容 你的服务是付费的内容 你可以在中间再穿入一个金流服务 那他消费者就可以在完成付款之后 再开始收看内容 所以像这样子一个内容库的经营 不只是适用于线上课程 所有的品牌 其实你也可以左手来打造属于你自己的内容库 就是要趁着消费者现在 有着大把时间来阅读内容的时候 让消费者先认识你的品牌 再布局说之后要怎么来进行转换 那我们再来看到另一个 也是利用官方账号做内容经营的案例 首先是时尚媒体呢 他就紧抓着居家防疫这样子的一个主题 包含可能是饮酒啦打追剧打游戏或是时尚美容等等 这样子用图文选单来提供分众的内容 假如你的品牌也是正在布局内容的经营策略 就可以思考说 现在消费者他有兴趣的内容是什么 再和你的品牌 你的产品服务做一个结合 放在官方账号里面 来捕捉他们的目光 其实就是希望说 让就是把握现在消费者 有更多的时间来阅览和观看 用内容来让你的产品和服务被看见 那假设你的品牌没有内容 其实也没有关系 因为我们已经把内容给准备好了 现在today里面最受欢迎的内容就是 中华职棒CPBL的直播赛事 而且因为听说现在 全世界有在直播的棒球赛 就只剩下中华职棒 所以现在有全世界都在关注这个直播赛事 那可以看到说 在today上面去年CPBL的直播 每场平均观看次数是17.8万人 甚至整季的收视人数有达到5300万人次 那今年因为受到疫情的影响 其实有很多他在家里闷坏的人 他就指望说每周来看这个热血的赛事 去感受那种生命力 所以我们有看到说从上周 上个月开播以来 我们就有看到 今年的成长其实是比去年优秀非常多的 那既然我们都已经把这么样一个 好的优质的内容给准备好了 就欢迎品牌直接加入到这个直播赛事 跟我们一起吸引球迷的目光 就会在这里 我们来看看这个下车的赛事 我们来看看这个下车的赛事 感谢观看